沐建年尊者 经常劝告大众说 圣莫不孝父母师长 口业及心的恶念不可不胜 否则自作自受 夜暴难逃 我们菩萨 特别是在家菩萨 父母师长 我们要感恩 除了如此 讲话的方式 内心要保持一个慈悲的正念 那我们生命才有真正的快乐 唯有爱心才能够对峙称慧 唯有慧见才能斩断无名 唯有慈爱才能克服仇恨 也唯有经过教化的心灵 才能够拥有快乐 健康的举止 援引和想法 修行的重心是观察动机 审视心灵 从心开始 从心出发 过心的生活 新地观经当中说 能观心者究竟解脱 不能观者究竟沉溺 所以不管我们造了多少的善业功德 各位随时要观察你的心 是不是安住在一个空性 不执着大悲的状态里面 一念万年 万年一念 所以要善用其心 不要协用我们的心 修行或是禅作 是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完成的 不是在身体 所以各位要观察你的心 是不是越来越平和 原谅 柔软 十倍 歇及菩提 什么意思 放下不执着 菩提正觉就出来了 诸佛 毫光 照大切 当你的内心安住在空性的时候 佛性的光明就展现出来了 走到哪里 谁都欢迎你 你都能够帮助谁 一念清净 即法身显现 各位 追求法身的生命 不是这个肉体 当你内心清净 你的佛性法身就出来了 戒指的是什么 戒掉妄想 所以我们说 罪由心畅 造罪业既然是由心所造 那么忏悔 那么忏悔也要由内心来忏悔 所以心空才是真忏悔 世界和平唯有靠人格的完成 以完成人格为目标的宗教 则是佛教 而人格的完成 为来 智慧 慈悲 以勇气 勇气就是成佛的菩提信念 智慧 慈悲 以勇气 三者之调和 方可达到成佛的境界 血迹不能以血洗清净 怨恨不能以怨恨自习 唯有忘掉怨恨 才能够自习怨恨 不可久看 不可短期 怨恨唯独以 无怨恨 才能够消除 这个就是当时长寿王 要被烧死之前 对着他的儿子长生太子所说 这个是不恶的千古流传的真理 充满欲望的人 所建的宫殿 便非佛的住所 那里面像牢狱一般 但是即使是月光 会露进来的简陋的小屋 若以执心人为主 这个地方 就算是简陋的小屋 都成为佛陀住的地方 唯有透过心灵和平的开发 方能达到我们个人 以及我们周遭世界真正的和平 所以各位 要随时关照自己的心 不要被境界所转 只要以忍为重讲 修行人是以忍辱为防护 佛佛又说 毁谤七日便消失 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你 忍下来 七天就过去了 这是真理 佛口舌心 这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说 外表好像是个菩萨 内心啊 却有如夜叉一样 叫佛口舌心两面道 所以我们修行要执心 要离外心口如一 退两步再向前跳 比圆地跳的成绩会更好 所以各位 放下自我空性 这样你会跑得更快 跑得更远 门若打不开 不妨拉一下 再开便打开 所以不要硬拉 推一下再出来 退一步 则海阔天空 不妨失 不妨失 利他的菩提心 又能针对 止息烦恼 而自力修道 这应当是佛教徒 永远要努力的课题 不必太在意死后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重视眼前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然后一一地以空性克服 如此就等于在解决未来的事 不需要忧虑肉体死亡后的身 反而应该认真探讨的是肉体死亡之前的身 这个身代表你的念头 宝石从地而生 道德从善而现 那么智慧就是从清净心而产生 清净就是不污染不执着 然后水如果清越至明 将觉醒放入我们的心当中 如果我们的心是觉醒的话 那么它将安住在平静当中 我们必须和变迁同住 心就是如此 不断地在变迁 所以不要相信一个变化的妄想 所有的感觉都是不稳定的 它们是变异的 无常的 它们是不圆满的 会造成痛苦的 它们是无主的 无我的 没有办法控制的 不要相信感觉 众生的情爱 甚至于智慧 那么菩萨发菩提心 就是以智慧净化情爱 发心为静去菩提 救度众生的怨恶 众生是以情爱为根本 虽苦 那么佛呢 离开一切的情直 而究竟正觉 所以以大觉为本 由于悲心的激发 离愿就是要度身宏愿 所以要以佛陀为鬼范 修学大悲、大志、大勇力 以救度一切众生 名为发菩提心 真认自己错 无论他人非 他非及我非 同体名大悲 所以 别人的错 就是我们的错 不要批评别人 要求别人 更要有同情心 他的快乐 才是我的快乐 这个叫一体的观念 同体名大悲 《法剧经》里面说 勿见别人写取 勿见别人做此不作彼 因是自己何为何不为 只看自己对不对 不要看别人没有错 那你就快乐 勇顺导师说一句话 花扬佛陀本怀的 吉人成佛的佛教 我们要把人的最好的那一面 展现出来 爱惜自我 是一切苦难的根源 爱惜他人 则是所有功德的根本 所以我们要多修习 治他相患的法 关心别人 超过关心自己 你的存心是 一切的作为 都是为了所有的众生 转换我们关心的对象 由自己走入众生 禅师 你今天就会死亡 想想看 那么你要如何安排人生呢 细住 绑住这一颗心 就绑住了所有的老虎 狮子 像蛇仇敌地狱的首位 乌魔 吉天菩萨这样子给我们说 绑住这一颗心吧 你就绑住了一切 一旦你降服了内心 你的心流当中不再有称恨 那你就不会有外在的仇敌了 敌人不在外面 在你内心的那个称恨的种子里 我们整个的问题 在不明白一切法的真实下 我们活在那种错误的思想幻想 我们不了解一切都如幻化 是根本的幻想 这个颠倒的见解叫无明 是一切烦恼的根源 它触动我们去造业 所造的业在心事里面 留下种子 而成为轮回的噪音 我们务必要觉察 一切缘其法 本质上都是短暂的 而且本质上都是自信空 随后要把剥热心经 拿来观照禅修 护心 保护你的心 以外的任何行为有什么用呢 你去帮助别人 你去放生 也不过是在保护你的慈悲心 这才是真的 马圣比丘说 一切诸法本 因缘生无主 若能劫持者 则得真实道 各位我们要得到真实的真理 要了解什么 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 里面没有永恒不变的 没有一个主宰 没有一个我 那你就走入真理了 因缘生幻法 凡是再生之法 也都即将是将毁灭之法 这个真理 能够支撑住修行者的整个人格 和铸造成它清净的思想行为 与无上的威夷 这个就是真理的力量 一切都是生灭变化的 内心不被它影响 那你就清净了 一切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 而且生必有原因 灭也必有原因 我们的生灭和存在 其实正是建立在因缘这种关联之上 离开因缘条件 一切都不存在 我 这个名字 这个意思 不足爱惜 各位眼前的这个所谓的我 不过是一个假名安利的 因缘所生法 那么 就没有什么好爱惜 好直夺的了 自我爱惜 就是一种唯我独尊的独裁 每个人都是以这个思想 在计划他的生命 本来是为了利益自己 但是有这个错误的自我爱惜 却只会带来麻烦和失败 任何人都绝不可能离开别人而生存 需要借着团体的力量 来维持自己的存在 佛法存在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当中 以及佛法存在于互相关联的世界 这学佛不是告诉我们 离开家庭离开社会 跑到没有人的地方 学佛是要让你知道 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你跟众生的关系 而且知道这个关系的真实相 是一种因缘的存在 不是永恒不变的存在 我们要好好的体悟 利用困境痛苦可以催灭自我爱惜 受苦疾病就等于在禁除恶业 和障碍的一根哨肘 所以痛苦来了 你才知道说谁在痛苦 因为有一个我 我指我才会 所谓我在生病我在生死 所以这个痛苦反而成为你 一个修行很好的祝愿 人生真正的快乐 是开始于你爱惜其他的众生的那一刻开始 一旦你开始是为其他的众生而活 而不再自私自利的 在你把你关心的对象 从自己转换为为其他众生的时候 内心顿时放下自我爱惜 便解脱了自私心的束缚 内心便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自由及满足和安宁 可谓解放自我吗 关心众生就可以解放自我 就马上快乐 为了一切众生 所以我要成佛 我们要对一切众生负责任 我们有责任解除所有痛苦 一切众生的痛苦和痛苦的原因 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无名的障碍 所以我们要引导一切无名障碍的众生 成就佛果 这个就是发菩提心的菩萨的生命观 要引导众生逐步得到安乐 正悟成佛 我们必须通晓 我们必须通晓每一个众生 一一的业 一一的心量 那它的特色 以及适合每一个众生 他们每一位种种不同的法门 那只有靠什么 一切种智 也就是我们要得到佛陀的智慧